当超级芯片植入人体后会有多厉害 这个男人眼睛一亮就可以看穿墙外的物体 手掌一抬就能打出竖发子弹 更厉害的就是他打了个喷嚏 鼻孔就能喷射出数千万只带着尖刀的微型机器人 接着再飞入对方的鼻孔里 不到几秒钟就能置人于死地 在未来的世界 人工智能已经遍布人们的生活 连饭桌都可以作为智能平板使用 而大山却很不喜欢智能产品 他觉得智能产品再厉害也是比不上人脑的 电脑总有出错的时候 来到车主家后才发现 原来车主是智能领域的大人物小黄 年纪轻轻就开了数家科技公司 钱包也是挣得鼓鼓的 而且他养的宠物居然是云朵 小黄见到大山后 他不弹车 而是拿出了正在研发中的超级芯片来展示 他说这芯片叫智能 它将会是整个未来世界的巅峰产品 它可以依附在任何物体上进行驱动和运算 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 然而 一向反感智能产品的大山却冷漠地说 这又是一个害人的玩意 随后就带着妻子回家了 两人开的车是妻子的智能汽车 本来智能车驾驶的好好的 但智能车却偏离了路线 并且加快速度冲向了一个老街区 无论大山怎么命令 系统却提示发生错误 最终智能车撞向了钢架 直接翻车了 这时 一辆车缓缓驶来 下车的几个人 直接把两人拉了出来 这个小胡子是这群人的大哥 他二话不说一枪就杀死了大山的妻子 大山大声警告 没想到也被小胡子往颈椎上开了一枪 大山直接原地拉闸无法动弹 而天上的警用无人机也发现了情况 但小胡子等人早已不见踪影 而大山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在自己面前消失 因为脊椎已经断了 他无法起身 而大山则是被抬进了医院 庆幸的是大山活了下来 但现在的他 只是一个会说话的躯壳罢了 在智能机器人和母亲的照顾下 全身瘫痪的他才得以正常的生活 他心情跌落到了谷底 这天他来到警局 找到了事发当天接手调查的探员 大山想知道调查结果 可探员说 那几个罪犯至今都找不到 因为没有任何线索 而且无人机当时也没有拍到人脸 听到这消息后 大山彻底绝望了 他回到家 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命令机器人给他注射大量的麻醉药 但好在机器人有防护措施 检测到大山的状态异常后 自动呼叫了救援 大山又一次活了过来 在大山绝境之时 小黄却来到医院看望他 他此行的目的 就是想说服大山 让他将智脑芯片植入大山的身体里 这样大山就可以恢复自由行走 可没有得到批准的芯片植入是违法的 所以小黄要求大山不能和任何人提起此事 大山已经一无所有 他一心只想复仇 于是他同意了这件事情 但他并不知道 这个决定将会改变他的医生 来到手术台前 医生切开了大山的后背 将智脑芯片植入到他的颈椎里 没用多久手术就顺利地结束了 上一秒还瘫痪的大山居然可以动了起来 这时小黄帝给他一份秘密文件 叫他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这事 大山赶忙回到家开始查案 他现在目的就是报仇 可警局都找不到罪犯的线索 何况是他呢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 脑袋里却出现了一个声音 大山吓了一跳 原来是智脑芯片的一个功能 智脑告诉大山 就在大山查看监控时 有一个小细节被智脑看到了 智脑让大山找出刚刚的监控 画面里 歹徒的手腕上有一个纹身 虽然很模糊 但智脑强大的图形辨识功能 却能够看清楚 智脑让大山同意他操控身体 于是智脑控制着大山的手 就像打印机一样 快速地描绘出了纹身图案 随后智脑扫描了纹身的信息 很快就查出了 罪犯的家庭住址和名字 大山不敢相信 连警察都调查不出 智脑却能轻松搞定 大山半信半疑 只能自己前去调查 来到歹徒的家门口后 他撬开门锁 在智能桌子上 发现了几个备忘录里 都提到了一个酒吧的名字 大山觉得这酒吧应该有问题 就在这时 那名纹身歹徒回来了 智脑提醒大山躲起来 并提示他准备偷袭 可大山从来没打过架 而这纹身歹徒透过镜子的反射 发现了大山 两人打了起来 大山质问他为何杀自己的妻子 可歹徒说这是别人干的 大山下一秒就被歹徒翻倒在地 歹徒掐住大山的脖子 想要置他于死地 接着平躺起身 抓着歹徒就是一顿暴打 只不过动作和机器人差不多 因为这是智脑计算出来的指令 但智脑下手却不分轻重 没过多久 就把歹徒给杀了 被动成了杀人犯的大山 正想得怎么办 而智脑却提示他 清理现场痕迹就好 随后 大山找到了小黄 他通过芯片监控 发现大山杀了人 这举动让他十分生气 因为他担心 智脑芯片会被警察发现 便威胁大山 不要再调查妻子的案件了 大山杀了 此时 小黄也知道了大山又犯事了 直接远程关闭了智脑 大山身体逐渐失控 这时智脑提醒他 关闭过程需要几分钟 所以得找到一个电脑高手 给他破解终端防护 这样就可以阻止小黄 关闭智脑了 随后智脑把附近的 电脑高手地址告诉了大山 大山很快就跑到那边 但随着关闭程序的启动 大山的行动能力慢慢消失 瘫痪前的最后一秒 终于找到了电脑高手 另一边 小胡子得知手下被人干掉了 便来到酒吧询问老板 可老板是个狠人 直接掏出枪对着小胡子 这时 小胡子打了个喷嚏 无数个带着尖刀的 微型机器人喷射而出 直接钻进了老板的鼻孔里 没过多久 老板就倒地身亡 原来小胡子也是一个改造人 小胡子来到厕所 他扫描了黑人的眼睛后 就看到了是大山干的 而此时的大山 在电脑高手的帮助下 正在慢慢恢复意识 但小胡子已经杀了过来 电脑高手直接抛弃 大山溜至大吉 小胡子看到狼狈的大山 还不忘嘲讽他 就在小胡子准备下杀手时 智脑终于恢复使用了 大山直接一个鲤鱼打挺 一拳将小胡子干倒 几个后空翻跑出了门外 他跑到了楼梯间 直接往下一跳成功逃跑 而这些动静也吸引到了警察 小胡子来到楼梯口 开启透视眼 直接对着墙壁举起手掌 打出几发子弹 电梯里的警察 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倒地了 回到家后的大山 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没了控制系统的智脑 现在好像不太听他的话了 智脑随时可以对大山进行控制 但他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小胡子的追杀 迫于生存和复仇 他和智脑最终达成了统一意见 随后大山决定出门寻找小胡子 而屋外 负责案件的探员 已经盯上了大山 没多久 大山终于找到小胡子 一见面大山也不废话 直接开打 但两人的体内都有智脑芯片 你一拳我一拳 都是基于计算后的结果之行 但奈何大山还存留一丝理智 犹豫时被小胡子打倒在地 面对枪口的大山 不得不让智脑控制自己 最终反杀了小胡子 接着大山在小胡子的手机里 听到一段录音 大山恍然大悟 原来背后主使 居然是帮助自己的小黄 大山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直到他找到了小黄当面质问 可没想到 小黄却说这一切与他无关 此时 女探员也从身后出现 他让大山束手就擒 刚想上前逮捕大山 却被智脑操控的大山谈了回去 但大山自己的意识 并不想杀死女探员 可智脑却无法控制 大山努力地摆脱智脑的控制 清醒地他请求女探员 用电机棒电晕自己 让智脑当机 这时 小黄看到冷静下来的大山 才告诉大山背后的真相 原来科技公司都不是他经营的 而老板就是大山脊柱上的智脑 就是这个智脑安排了这一切 大山崩溃地问 为什么就选择自己 这是因为这个世界 唯独大山没有在体内植入过任何芯片 突然大山表情一扁 小黄没反应过来 就被恢复智脑后的大山杀掉了 因为智脑明白 只有小黄可以做出新的智脑来取代他 结果了小黄后 女探员也成了下一个冤种 大山努力反抗智脑的控制 终于 大山把枪对准了自己 枪伸过后 大山却在医院醒来 但早已死去的妻子怎么还活着 大山不敢相信 原来这是智脑给大山意识里设定的虚拟场景 现实里的大山依旧拿着枪对着女探员 智脑告诉女探员 大山已经被取代了 她在虚拟世界里会活得更开心 而此时的大山不再是大山 因为智脑已经完全控制了她的身体 最后 智脑也一枪让女探员归袭了 智脑也离开了现场 至此影片结束 如果在未来真的有这种产品 你会选择植入还是保持人类该有的东西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